我开始讲 那关于这样的城区的这样的初步工作完成了 完成之后我们说了 你看一下这样一个写出来的接口 它能够在哪个地方被调起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除了在发布房源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页面当中能够调那个接口 获取城区之外 还有在哪 看一下 在这个一开始的主页当中选择城区 这里面要获取城区 是不是也得调它 对吧 还有在搜索页面当中的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信息是不是也要调它 这个地方通通的都要调它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接口是被频繁访问的 而且我们发现 你的主页跟列表页面是被用户大量访问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接口的访问次数更强 更强的话 然后呢 我要获取的数据 看一下 这个城区的数据经常会变化吗 不经常吧 只有过了一段时间 新开通过城区的时候呢 这里面才会有新的数据 所以呢 你发现这个数据还不经常变化 不经常变化 如果我每次访问的时候呢 都是通过这样方式 查询数据库拿过来的 那你现在去想 查询数据库肯定速度就要比较慢 因为数据库呢 它是磁盘型的数据库 它在九许数据的时候呢 速度会慢 所以相当于成了整个这个视图接口的瓶颈 那我们能不能去极快一下数据呢 极高一下数据化 我们怎么去做呢 就相当于 那我去引入缓存了 引入缓存的意思代表什么呢 你现在这个视图当中 最终要往回反的时候 不就是通过数据库查询出来的一些程序信息吗 对吧 那我能不能在第一次查询出来之后 就先把这个数据给你缓存一下 缓存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可以找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就找一个全局的大变量 AREA 然后呢这样一个列表 我现在一开始给你设置成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你只要查询出来之后 我就把这个数据先给你存到这个全局变量当中来 然后呢那你接下来再进行访问这个接口的时候呢 我并不是一上来就查询数据库 而是说我先看一下这个变量当中 有没有这个值 如果有这个值的话 我直接把这个变量的值给你往回反 如果没有 我在数据库当中进行查询 可不就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这样的数据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缓存的数据了 那缓存数据的话 通常情况下会有哪些地方呢 一种地方呢 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去说过的 你可以在程序的运行的这段内存空间当中呢 找一个大变量 找一个全局变量来进行保存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如果你的数据量比较多 还想进行缓存的话 那就去找一个内存型的数据库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redis吧 redis它毕竟是内存型的数据库 内存的读取速度要比你的磁盘要快的多 所以呢我们相当于 最终咱们就把这个数据给你保存到redis当中 相当于我在redis里面去保存这样一个缓存数据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去说明的一个缓存的这样的过程 那这个缓存的过程 咱们来去画一下图 稍稍的去了解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这个对应的是我们的 比如说就是咱们的plus程序 然后呢在这里面去运行 我们的程序当中呢 去提供了一个对应的一个接口 是哪个接口呢 咱们提供的是这样的一个api里面的areas 是这样的东西 只要前端有请求过来 前端发送请求过来的时候呢 那我接下来在咱们的试图当中 一开始原本的操作呢 是要去查询数据库 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一个mycircle的数据库 需要让它去查 mycircle 然后呢它相当于对应的是 去mycircle当中去查询数据 查完数据之后的话 然后呢mycircle把数据返回给它 返回给这试图 然后呢紧接下来 我们这个试图呢 再把对应的这样数据 返回给前端的用户 再把它返回给前端的这样的用户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之前的这样的逻辑 但是我们说了这样的访问速度太慢 所以呢我们要去引入 引入一个radis 引入这样的radis 因为这就是内存型的数据库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引入过来之后呢 整个的访问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访问流程呢 还是这个试图 只不过说这个试图的逻辑变了 并不是一上来直接操作mycircle 而是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呢 先从谁呢 先从先尝试从radis中获取数据 相当于一开始呢 它是先从radis里面往外去拿数据的 在这里面 先从radis里面拿 然后呢第二步 先来再去写一下 然后呢如果说radis中有数据 则直接返回 如果radis里面有上对应的这样的数据呢 它就直接把这个请求往前返了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写 那第三步 如果说radis中 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的话 这时候怎么做呢 再是去这个mycircle中 去mycircle中查询数据 就是相当于这个时候呢 再去mycircle里面 进行相对应的查询操作了 然后呢这里面查询完之后 从这个mycircle当中拿到数据 拿到数据的话 它并不是立即直接返回给前端 而是说先将将数据 将从mycircle中 拿到的数据存保存到radis中 然后呢保存完成之后 接下来再直接返回 将数据返回给前端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逻辑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在一开始第一次请求的时候呢 先从radis里面去拿 radis肯定没有吧 没有之后呢 就从mycircle当中去读数据了 从mycircle一旦读到数据之后呢 在返回之前 它先把数据在radis当中保存一份 保存完一份之后呢 再把数据返回给前端 那接下来前端再访问第二次请求的时候呢 还是进行这样的过程 先从radis上拿 这时候radis的身边 数据有数据了 所以有数据的时候呢 就直接拿到数据 直接返回前端 就不再碰到mycircle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缓存的过程 缓存的过程 好 我们明白了这样的过程之后 那接下来呢 咱们回过来去看一下代码